年轻人玩手机游戏并不奇怪,偶尔连续玩很多个小时,也是常有的,但去年一个17岁的男孩就玩得有些过分了。 在连续打游戏40小时后,突发脑梗,虽然经过医病抢救后保住了性命,但也需要长时间治疗。 有医生表示,打游戏时人的大脑神经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,再叠加其他因素便可诱发脑梗,随时可诱发残疾甚至死亡。 脑梗原本是多发于中老年人的疾病,现在由于年轻人生活节奏加快,工作压力大,加上不良的生活娱乐方式,让年轻人成为各种过老死的典型案例。 一,究竟什么是过老死呢? 过老死顾名思义,就是过度劳累而导致的死亡。 只在非生理的劳动过程中,劳动者的正常工作规律和生活规律遭到破坏,体内疲劳蓄积,并向过老状态转移,使血压升高,动脉硬化加剧,进而出现致命的状态。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,诱发过老死的原因是工作时间,过长,劳动强度过大,心理压力过大,从而出现了一种亚健康状态。 往往这一类人都是长时间的积累,由于击中难返,突然引发身体的潜在疾病,导致疾病急剧恶化,就是不及时而危及生命。 好想疲劳一词的界定比较模糊,大多都是每个人的感受更多一些。 那我们除了自身的感觉之外,还有什么是可以提示的呢? 当人体感受到持续或反复发作性的疲劳,持续的六个月以上,并且根据病史,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等结果,可以排除引起慢性疲劳的各种气质性病变。 这时就在提示我们的身体处于疲劳的状态,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将军毒、脱脏、记忆类减退,经常出现运怒、烦躁等情绪,集中注意力也越来越差,睡眠后疲劳感也没有减退,检查不过的头疼、耳鸣、眩晕等症状。 当以上这些危险信号出现的时候,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,并且进行适当的干预,二应该怎么预防火,老子的发生呢? 防范措施一,规法作息时间,每个人甚至每个器官都有一定的作息规律。 我们应该尽可能按照这种节奏来作息,如果像这位王者这样,长时间的去打破这种作息规律,那可能就会昏昏沉沉,疲惫不堪。 防范措施二,规范饮食习惯高风险一组普遍现象就是饮食不规律。 没有固定时间,没有固定地点,没有固定搭配,都是随随便便来一点,甚至有时候在暴饮暴食,这一类人群在安排一日三餐时尽量做到品种夺量。 比例适中,根据身体状况做出相应的调整,时刻都不能忘记优质蛋白、鱼、肉、蛋、奶、豆的摄入,同时要保证蔬菜水果的摄入,只有这样才可以不让我们这台发动机出现故障甚至报废。 防范措施三,要主动休息每个人在疲劳的状态下,持续工作时间越长,自身的疲劳感就会越强,症状就会越重。 用来消除这种疲劳感的时间,也就相应变长。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在重要而又繁忙的工作到来之前,提前休息,让自己的精力可以得到一个储备,其次保证自己每天都有一个休息的时间。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下来,最好可以给自己放个假,放松自己的身心。 如果实在是工作强度过高,没有时间去充分的休息,我们可以在工作的间隙做一个简单的拉伸运动,或者做一些深呼吸,来调整工作状态。 各位朋友,你有过摇曳打游戏的经历吗? 第二天你身体感觉正常吗?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分享你的养生经验。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